哎呦我吃啊这他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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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兄弟们这他妈的这他妈的出个跨幅 别的需要能买这戒指还能留这超级简易啊 20万 这个破甲数买99,000你是欺负谁呢 你是欺负傻瞎子还是欺负傻子他妈当无级别破甲在这卖的啊 搁这给我搁这呢你一个破甲数卖他们99,000还是单家单家的 超级简易的双血欲属性卖12万 无级别鞋别的区保底16万啊 别的区咱们这种鞋子熔练好的啊打13段宝石的点好套装的保底价格16万这个区8万 愤怒加野兽5万6这个是正常价简易加野兽正常价啊 无级别项链4万5别的不说无级别项链4万5你好像回到了啊 好像他妈穿越了啊 啊 对吧你说在这个无级别4万5130项链还是暴灵力这灵力狂暴的兄弟们啊 3万3啊3万3一个无级别项链已经垃圾到只能打10段宝石甚至没有熔练的情况下 套装还有个黑熊猩啊 太不把无级别当无级别了哎呦我操这无级别属性的吗狂暴版3万3啊 老板有一个诉求老板包括猫仙人包括全区有一个诉求啊就是 他们 作为啊 尤其是人猫仙人啊 刚给网易充了10多万也证明自己能花的几钱 有些话想对网易说啊就是想开放一下 可以买外面的啊 就是我可以花钱高价买外面的装备别人可以不买我的我只想买别人的装备 因为他们的 流通太费劲了 想卖的东西卖不付高价想买的东西买不到他们说现在他们区内的想法是 不要求别人能买他们的东西他们能买外面的东西就行啊 不希望就是说装备什么保值什么升值不考虑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区 外面项链卖15万他 在外区可以买但是别人买不走他3万3的 不过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单向的了就等于 别的区 卖的东西卖到你们区就相当于 摧毁了